Leo聊四季 貼貼入個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也是TGI冠軍表演賽 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有點像是韜金草 中間有大量黃金 旁邊是有小湖主存的 這個湖這個地方是可以人走過去的 雨的部分好像沒有到非常多 但通常有海的地方還是要去補下雨會比較好 當然也有這個氣海打法 那如果是氣海打法的話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沒有海戰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會被對方給控海 所以在這張地圖中間又有黃金的情況下 打海戰也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以也不能完全說就是不打 因為其實不打海的話不只是肉的問題 這個黃金是更重要的 好那我們回到文明中 那維京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有免費的輪軸技術 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軸技術 讓他的經濟非常的好 那可以說是世紀帝國裡面 文明經濟最好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三級農三級木也有的關係 所以到了後期真的要比純農的狀況 維京人是不會輸給其他文明的 那維京人的步兵打法呢 也是相當好用 他的步兵有血量加成 而且維京人呢 他的工兵也是特別厲害 有這個維京狂戰四邦 可以讓強武多加一攻 但是他沒有母子環的關係 所以其實工兵用起來還是有點綁手綁久 並沒有像一般有強弩的工兵國那麼好用 那維京人主要還是打步兵跟工兵為主的 那騎士部分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到帝王時代可能要考慮一下 不要打太多 可能當輔助就好 會比較適合維京人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朝鮮了 那MIPER選擇是朝鮮 朝鮮最大的特色是挖石頭速度很快 而且村民的視野是非常廣闊的 這個是可以讓他有利於 在村民插箭塔的時候 獲得更多視野 然後找到對方的關鍵資源 去做一個針對性的插箭塔動作 那也算是一個朝鮮人的不錯的加成 那朝鮮人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打這個馬戰車 工兵系的話 還有這個木材 布地軍事的減免 所以其實也蠻不錯的 那他的步兵系呢 是比較弱一些些的 騎兵系也是蠻爛的 騎兵的話也沒有三房也沒有品種 所以比較偏向於打工兵系 會比較適合朝鮮人 朝鮮人的投石車也是蠻強大的 所以遇到圍巾人的話 打步兵也可以用投石車 去做針對步兵的一個做法 好 那由於這兩邊都是 偏海戰為名喔 講實在的 因為朝鮮人有點 算是可以打海 是因為他有這個龜甲戰船 那HERA這邊呢 則是圍巾人 圍巾人這邊是圍巾大戰船 兩邊的都是有個特殊戰艦存在的文明 所以打這樣地圖應該不會太差 而且朝鮮人的箭塔也可以免費升級 只要把一些箭塔插在沿岸 也可以做一個沿岸防守 或是空圖的動作 都是蠻適合朝鮮這個文明 看到HERA這邊是打了一個 19P肉 開局 這邊沒有補軍銀 這邊應該是要先打海 應該不是打洛馬 講錯 忘記這個有海了 所以應該是打海先喔 洛馬是不會先打的 因為一開始會很缺肉 這邊是雙碼頭 開始在出戰艦 戰艦部分呢 是因為圍巾人 一開始是沒有火戰船 不是一開始 是他沒有火戰船 所以呢 他只能出戰艦 那朝鮮人這邊是可以出火戰船 那以後我們看到火蒙桶 我們就直接講火戰船 這個太麻煩了 直接講火戰船比較好發音 不然這個AI字幕 完全分辨不出來我在說什麼 好 接下來看到兩邊 要打一個海戰的部分 但是HERA這邊有點偷喔 他這邊是偷了木頭 沒有去出漁船 所以他這個木頭量 會比MIFE這邊會多一些些 但是這邊火戰船出來 可以第一刻時間反擊 這個魚船再一下下就要被砍掉 還好這一時間火戰船已經出來了 OK 那朝鮮人這邊撲下一擊伐木 MIFE這邊是 好 兩邊都點一擊伐木 但HERA這邊已經有輪軸技術的關係 所以現在經濟上來說是有點 優於這個MIFE的 看右下角這邊就知道了 這裡有那個工作效率喔 像是HERA是93% 然後VIPER是82% 差了10% 我就差這個輪軸技術 還有這個漁船 工作效率差蠻大的 其實我不太知道他真正的計算方法 其實就是數值越高 經濟就越好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好 那VIPER這邊決定也要轉一些戰艦了 因為戰艦只要一多數量的話 要這樣子打帶跑 打這個火戰船是很方便的 而且有一定的壓制力 像這樣子就可以優勢 換掉對方的戰艦 那VIPER這邊稍微有點打出數量的關係 所以漁船可能要先跑 放完肉粥 直接跑 三台可能要送光了 這裡有兩艘到了後方 這裡還沒有點一級射 點了一級的工兵鎧甲 這個是點錯了嗎 喔不是 這個沒有點 這個是朝鮮人天生救我的 不好意思 我忘記他是朝鮮 朝鮮人這個能力也是蠻好用的 讓他本來就有工兵鎧腳 所以他升工兵打強弩 也很快可以速成 這邊看到戰艦是5台 VIPER這邊在等更多戰艦出來 應該才會回去正面對打 背景數量上來說是少一些些的 那陸地的方面 這裡補下一個4級 後面稍微微一下 正面要再圍 圍完正面就可以直接鎖死 自己加了正面 但這邊要圍完全圍好也是有點困 這邊可能還是會有個漏洞 除非這邊圍木區圍好 唉唷 這邊一套帶走刺猴 那我發現這個AI字幕 好像刺猴這兩個字 他也是分辨不太出來 以後可能要改叫洛馬 這邊點下了料王技術 這邊要保夾了 這邊是9艘戰艦 VIPER則是4艘 VIPER看起來是要全部被揭滅了 直接往前頂 可以收掉了殘存戰艦 VIPER這時候已經要點下了 一個城堡時代 戰艦取消 收一下肉 點下城堡 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直接圍了一個成人 當然不是圍這裡 他圍這個地方是要防戰艦 可是這個地方好像戰艦達到 這個距離 原來這場來說是會圍這個城門的位置 應該是圍這個地方才對 蠻特別的 VIPER這個圍法 這邊碼頭應該會被直接拆掉 好 升到了城堡時代 這裡補下了龜甲戰船 呵呵 什麼 龜甲艦 剛才想說他不知道要生奴砲 結果是龜甲艦 龜甲船在城堡時代初起是蠻強大的 看一下這個戰艦的威力 攻擊力50 射程6 但是他移動速度很慢 但是砸一炮非常痛 而且你看這個箭矢打這個龜甲船 真的是沒什麼傷害 龜甲船在這個時間點來說是一個非常難解決的單位 IP這邊直接用戰艦壓制著圍巾戰船 圍巾大戰船雖然移動速度很快 而且射速來說也不差 但是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應該射兩滴啦 還沒到一滴那麼慘 那這邊打魚船只需要兩炮 後方的龜甲船也是慢慢緩緩的行駛過來 哇這個龜甲船 戰術挺有料的 又一炮 又打掉了一艘戰艦 戰艦顯得有點無助 是什麼 大炮打蒼蠅 好猛啊 龜甲船 突然覺得朝鮮龜甲船初期還蠻強的 但團戰來說龜甲船沒那麼強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團隊 兩方會打這個搭配的關係 遇到火戰船配上大量的盧炮戰船 還是會有點難解 而且移動速度太慢機動性不太好 最主要是龜甲船很難量產吧 出了三艘真的是出到經濟有點慘 好 這裡撲下3TC開農 MIPER又 走回了老弱 我們上午拍的那部影片 是MIPER打強軍事 那這一把MIPER又回來了 他的防守反擊 防守反擊還是最適合MIPER 最對位 黑拉這邊點下了 二級防武 跟一級 手推車這時候已經免費給到了 黑拉這邊 經濟來說是比MIPER再好傷一些的 確實也是如此 現在黑拉的經濟效率是 86% MIPER這邊則是64% 差了22% 其實這個百分比差的蠻多的 但是聰明術來說是MIPER優勢 所以目前還不好說 誰優誰裂 就是整體的 優勢跟劣勢 現在看不太出來 當然不用說目前海戰 MIPER是稍微有一點點 壓制住的 也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就正面打的眼 這個戰艦不太敢去跟鎭甲戰船硬打 這邊可以出聖旅可以出這個 招響去招響這個鎭甲船 這個鎭甲船應該不用點下救贖思想 就可以招響 這個算工程器嗎 記得好像不是 應該可以直接招吧 這個聖旅 走路走到一半突然法鬥 好 那這邊 維基大戰船開始騷擾邊邊 這邊設一下房屋 想讓MIPER卡人口 這個維基盪戰船 箭矢真的很多 兩邊一個偏開農 稍微加速一下 MIPER這邊打的是4級 對這邊可以直接招 不用點這個救贖思想就可以招了 所以剛剛這個僧侶沒招只是單純沒有空到而已 好 鎭甲船這邊高速行駛 離開了這個地方 那MIPER的一隻村民被招搶走 現在HERA用自己的生女去 騷擾MIPER MIPER這邊受不了蓋下了箭塔 不然村民一直被招走會很麻煩 現在沒有單位可以打 就算出洛馬來砍的話 後面有維基大戰船 會來守住 那MIPER為什麼戰艦不回首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想要 繼續進攻 搭配這個 他的防禦箭塔 繼續給對手壓力 甚至把這個修道運給打掉 但是只要HERA這邊出生女 三隻手愛家裡 這三隻鎭甲戰船 基本上是沒機會 可以騷擾到太多東西 好 這邊再硬招 往後拉一下 防禦箭塔戰術打得還蠻棒的 朝鮮人的箭塔是免費升級的關係 所以他也很適合打這個箭塔塔推 而且在補下他的銀貫技術之後呢 有這個箭塔射成加成 讓他箭塔射得更遠 待會再補下這個火箭技術 這個箭塔射戰劍 傷害又特別高 想要硬點 剛五摳零 想要秀操作 這邊想要點村民 收進去 miss掉 村民趕快再出來繼續秀 直接補火箭了 火箭補得很早 Murviper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補下時間偏早 Hera點下了帝王時代 兩邊差距只有10秒鐘 三隻僧侶應召 這個有機會嗎 沒有宗教狂樂應該 很難追得上 龜甲船的移動速度 現在Hera的戰劍越出越多 14艘 這邊直接壓一棟城堡 Murviper這個時間點要反手回去有點困難 家裡陸地上沒有太多單位 石頭沒有繼續挖嗎 有 這邊再繼續開採 多挖一點 那待會這個農田中間可以補一棟城堡 然後出巨頭開始反擊 這位小小加速一下 兩邊躲在生死帶的途中 這裡再補一根劍塔 想要來阻止對方挖到自己的附近 結果不是選擇蓋城堡 中間想要蓋城堡 但是Viper已經在中間蓋好了一棟大根的 一升到第2個時代 Viper的劍塔全部都變成大型劍塔 防劍塔免費升級 那巨型頭司機由於沒有產在家裡的關係 所以他待會巨頭要去拆這種城堡是有點困難的 可能還是要搭配大型劍塔繼續往前推 才有機會拿得下 但這個時間點要拿下 對方的城堡形有點困難 點下移城技術 可以讓大型劍塔再加二射城 這邊巨頭開拆 家裡的城堡會直接遭受到攻擊 好 化學補項 那朝鮮應該是要來點下自己的火炮 然後來反制巨型頭司機 直接用火炮來拆城堡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目前村民術是Viper領先 102吋對上98吋 Viper有點下手推測 二金龍還沒有點 那要不要點 有點看個人 我個人還是會點 有些人也是不點 就覺得連一金龍就夠了 這邊Viper直接轉一個現代化武裝 火槍被配上火炮 榴彈炮加上步槍兵的概念 還點下這個 劍俠槽 可以增加大型劍塔的傷害 我記得是加3攻的樣子 攻擊力就變成8加7 哇靠 我們再來回來看一下這個 維京大戰船直接擊火 龜甲戰船直接被打爆 這個也是因為 龜甲船這個屬性的關係 沒有辦法 龜甲船就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辦法說龜甲船 一定就是強 在團戰來說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坦克 當成主輸出還是有點偏吃力 好再一炮打掉一台巨頭 那維京人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遇到火炮的時候 通常只能用自己的 清奇病去抓 或者是出這個維京狂戰士 去硬拆對方火炮 這是玩維京人會比較難受的一點 不然就是自己要轉投機 這個中頭 但出中頭的情況上是比較少啦 還是比較建議如果真的需要機動性單位的話 出點重裝騎士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邊大型劍塔繼續往前推 這邊維京戰船直接應收巨頭 差點被收掉 但是自己的維京戰艦損失了好幾台 來 哇這個火箭技術把這個戰船至少 瞬間收掉了三台 好這裡有點出火炮 現在在瘋狂打正地戰 那現在 軍事單位領先的是 黑拉 所以黑拉這邊 還是可以硬點 巨頭直接被點掉 戰艦數量非常殘血 火炮差點被射死 但後續又被拉走 可以 下方大型劍塔繼續打 巨型托斯基重重包圍住 想要守住巨頭的開拆 但是這邊村民不夠多 3巨頭搞定一棟城堡 沒有問題 戰艦繼續出 但是維京大戰船的升級還沒有升 這個三級科技資源消耗量也是蠻大 但大型劍塔沒有忘記要補 撕很快 劍與齊發 咻咻咻咻 撕得超快 哇很療癒的畫面 撕下了航海技術 正面火炮反擊巨型托斯基回去 這一炮應該是來不及收回來 解掉 更多的大型劍塔往前 上方的巨頭慢慢往前拆了過來 哇這個一城技術真的好遠 射到左邊這些村民 攻擊變8加7 正常的 15攻傷害 火炮直接硬拆 城堡應該是要掉 這裡4台火炮傷害力非常十足 但是這裡直接不管了 維京大戰船要直接扛著大型劍塔的傷害 來硬點火炮 火炮直接回頭打個一炮 打掉了好多艘的戰艦 哇靠這一炮打下去 直接殺掉了 10台戰艦 啊 好難受 剩下12艘 我們再來看一下精彩回放 這一炮本來還有41艘 白普回頭打一炮 直接損失10台 再回頭再打一發 又損失了8台 打得太漂亮啦白普 火炮雖然臨死前 還是有反擊回去 確實也擊殺掉了非常多的維京大戰船 好反正40幾艘的維京大戰船 只剩下8艘 這個火箭技術大型劍塔 還是挺給力的 好這邊想要硬蓋城堡有機會嗎 兩根大型劍塔在防守 當然有更多的 維京大戰船 過來直接想要來吸收一點 劍塔的傷害 來下方直接硬結 蓋劍塔的村民 雖然一直在這個劍塔的射程範圍內有一點麻煩 火箱也走進來了 但如果這根城堡起來的話 黑拉就有機會可以空到黃金 空到黃金的話 她就還有希望 還可以繼續修建防禦 大師劍塔繼續補 上方這邊也是慢慢補了過來 火箱有可能要直接被村民給解掉 火箱有可能要直接被村民給解掉 這邊直接登入 升叉 瘋狂連環 連環劍塔 上方蓋了個碼頭 這個碼頭不確定是要出什麼 就去出龜甲船 還是要出自爆船 出自爆船的話 有點會難打 因為對方是圍巾大彈船 射速很快 而且他有這個 散彈的效果在 所以就算打歪了 很容易也是直接可以把這個打歪的自爆船給打掉 繼續開砲 OK搞定 裡面的巨頭都解掉 黑拉家裡 有點危險 可能要往內陸裡面 開始撤退會比較好 可以補下一些射箭藏 可能要出毛兵 或是弓兵 弓兵的話可能中間的黃金空下來之後才會轉 先轉個毛兵省點黃金比較好 黑拉這邊 違禁人是出了6隻的森女 而且點下印刷技術 好 家裡的城中心被解掉 這棟城堡還是沒解決掉有點麻煩 好 碼頭什麼都沒按下 讓大星銀劍塔 守著而已 可能是個幌子 讓黑拉覺得這邊可能有點什麼東西 讓他過來擠一下 然後實質上呢 他要攻擊的目的 是這個區域的 火砲持續推進當中 劍塔也可以往裡面升差 裡面的村民開始撤退 黑拉村民只剩下100村 朝鮮這邊還是繼續打現代化部隊 步槍配上火砲 這個組合相當好 但是巨型投擲機已經拆掉了非常多的大型劍塔 其實對BP來說 會有點難受 因為他中間沒有礦下來 大家可以黃金會很缺 村民已經大遷徙到下方 但下方什麼金礦都沒有 礦產支援一個都沒有 目前為何有黃金優勢 但是木頭跟 食物資源 是非常稀缺的 但他也可以挖黃金 去買賣 這個木頭跟食物 所以基本上誰控到中間就贏了一半 也是這個原因 黃金可以換 很多資源 OK朝鮮的 火砲戰艦直接馬上 被這個大戰場給收了 後面的火砲 繼續遠程開砲 這個再往前會被收掉 沒有控卡 火砲要掉了 直接被射爆 OK 迴京大戰船 還是有他的用途在 中間大型劍塔差點被解掉 順利的 解掉城堡 就鼓勵移動大型劍塔 這邊戰保兵加槍兵組合 讓黑拉這邊有點難受 如果這邊可以把火槍給招掉的話 黃戰士就可以上去硬打了 OK招了一隻火槍三隻 可以 沒有火槍 迴京黃戰士就不怕了 弄田開始可以收復一下 兩邊打的 有點嗨啊 中間這個精一直控不下來 那Viper已經斷精了 零精了 這塊精不敢挖 因為如果挖的話 會被迴京大戰船給射 所以他不挖 這邊是決定繼續升推 但石頭 還夠嗎 石頭只剩下 一兩百 怎麼還這麼多 挖石頭的村民其實還蠻多的 他是在哪裡發現的石頭 下面這裡居然好 還有一搓石頭可以出 OK草行這邊轉出了馬鎧 二房之後 也不下了一弓 但實在要轉落馬系 那目前陸地來說 還沒有被騷擾到的關係 所以農田的產量 是非常穩定的 這邊轉落馬確實還不錯 這邊其實蠻多的落馬 可以繼續除沒有問題 這邊已經深入到了 黑拉加里 農田區 第二坨的火槍 配上戰毛兵過來 生女只能在遠方 招翔 能招多少火槍是幾隻 招完就只能走 OK 圍巾人拿起槍來了 這裡補下非常多的馬舅 圍巾 黑拉這邊轉出了重裝騎士 畢竟他是有黃金的 有黃金就是韌性 多出點 重裝騎士也沒關係 這裡用戰毛解掉了一些火槍 這邊的圍巾皇但是 上前硬拷 火槍可能要再多出一點 馬里普爾家裡有點危險喔 撐中心只剩下這棟可以做防守 裡面可能還要插清大型箭塔 稍微鎖住一下農田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大落馬已經過來 第一時間去抓對方的僧侶 僧侶直接被砍掉 哇這邊損傷慘重 黑拉的勝率全速倒地 馬里普爾這邊補下了 補下了更多的戰毛加上槍兵 中間的部分則是用輕騎兵去做騷擾 但是沒有大型箭塔的關係 現在要防守重裝騎士有點困難喔 黑拉這邊有機會可以逆轉 村民處81吋對場1112吋 村民差距約30吋左右 好打起箭塔繼續升差 繼續控圖 哇這個換加換得很漂亮 雖然Mapper不是用加來換啦 他是用中間的黃金去跟對手換 那我覺得 黑拉這邊還是有相當大的機率可以 應該勝率並不低 覺得還蠻高的 而且還有這麼多的圍巾大戰劍 這個戰劍一直在岸邊燒了 還是可以多多少少補齊一些戰力 那這邊 看到重裝騎士來了非常多數量 19隻 哎喲 趕快補一下重裝長槍兵 但沒有黃金 只能先按斗力 好買賣一波 換取一些黃金 先按下槍兵的升級吧 朝鮮也是有這個騎兵的 如果黃金夠的話 待會可以補下 但現在完全沒黃金 家裡農田 直接被踏了過去 雖然裡面有大型劍塔 但要守住這些重裝騎士 還是有點硬啊 大型劍塔要射很久 OK 黑拉這邊最好是 用劇情偷使機慢慢升退 然後用重裝騎士在後面防守就好了 如果遇到這麼多槍兵的話 只能選擇撤退了 下方了 繼續插入劍塔 這個劍塔直接要再直擊 黑拉這邊的城鎮中心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要來繼續開弄 兩邊聰明樹都下降得非常快速 左邊農田沒有人回來復根 也不敢 正面擋住囉 重裝長槍兵 現在扛住這一波之後 黑拉這邊有黃金優勢 要不要轉一些強弩呢 哇這邊聰明尷尷尷尬 太多收不進去 快跑喔 槍兵趕快從左邊 交過來右邊防守 戳掉一些重裝騎士 OK這波防守還不錯 損失聰明並沒有太多 還可以接受範圍裡 MAP這邊硬生生的 集了快要600黃金出來 可能還是要先剩一下擊兵 這邊繼續插過來 這裡再補一根大型劍塔 繼續控除 哇控的到處都是大型劍塔 黑拉只剩下 窮的只剩錢了 60個人挖黃金 好補了一個擊兵 撐到600塊 擊兵下去之後 黑拉可能就不能再繼續出 重裝騎士了 可能要轉一些 奴兵或是維京狂戰士出來打 一些驚喜兵 硬抓 目前MAP的弱量還是 相對來說是穩定的 這個劇會火爆直接被硬抓 黑拉現在的問題就是 沒農田 沒有農田就沒辦法穩定 產出村民 也沒有辦法產出更多的重裝騎士 就要看黑拉這邊要不要去 全部挖木頭 或是用這個 食物 跟木頭 都用買的 去運出入地單位 目前看起來 出強弩來說 會比較省錢一點 木頭需求量比較少 然後黃金比較多 剛好比較符合現在的資源分配 而且也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的 擊兵 但是如果 維京人這邊出強弩的話 又會遇到 朝鮮人 這邊打 戰錨的問題 畢竟戰錨一直有在出 所以黑拉這邊就面臨了一個 微技能後期 常常遇到的問題 打聰兵種都不太對 很容易都被克制住的問題 可能就是要混大了 強弩重裝騎士 配得出 哇這邊直接進入到 大型劍塔的射程範圍裡 這邊重裝騎士 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畢竟沒有三級 鎧甲的關係 這邊先行運沒有解掉巨頭 下方的劍塔應該要被拆掉了 火砲反擊有機會 打掉巨型頭司機嗎 這邊是要出自爆船 沒時間出 擊兵上前硬打 擊兵戳戰船是有傷害加成的 印象中 但是打我已經大戰船不知道有沒有 一律都有 這個遊戲設定蠻奇怪的 槍兵戳船是有外增傷的 看來viper的村民術有點領先囉 93村打上 遇上130村 村民術已經補到正常的數值 現在就是 打控兵就好了 家裡都是用大型劍塔鎖住 暫時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偷撿一下 ヘラ已留下來的聖物 這邊是5聖物了嗎 這邊大型劍塔打重裝騎士傷害非常痛 哇 這裡有一撮黃金可以脫嗎 補下奴炮戰劍 難道突然打海戰 這時候打海戰還有機會嗎 雖然這個大戰船還沒升到精銳 真的要打戰劍囉 數量非常多 開始暗了 好疾兵這邊硬捷 城堡應該蓋不太起來 後面火槍跟戰貓 瘋狂攻擊村民 那邊村民要退了吧 不退嗎 哇這可能沒有時間去控他了 現在四處著火 自顧不暇了 還在湖中間撒田 就可以看到ヘラ多麼的緊迫 哇88%變倒城堡 難道這是壓倒ヘラ的最後一根城堡嗎 哇蓋起來了 哇 這我還是起來了 但是血量也不多 趕快修一下 打沒有關係 ヘラ有的都是 有的就是錢 趕快就去用黃金就去錢壓 直接上錢硬戳 繼續戳掉了一些縱裝騎士 那VIPER這邊點下的造船員 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那目前黑亞的木頭 產量非常少 龍天也是 肉量跟木頭的獲取量 不太穩定 我已經拉單船 一直被射 血量掉很快 這個火箭技術的關係 鏡塔傷害其實很痛 好 左邊這裡有一波騷擾 但是 奴炮戰船也開始慢慢產出來了 來到了二十幾艘的 奴炮戰艦 直接硬點巨星托斯基 可以拉這邊的維京大戰船 能夠即時防守住這一波嗎 感覺數量不太夠 上來打的話 可能會被反打回去 好 就算會被反打回去 還是要硬著頭皮打 這就是他最後的殘存部隊了 Biper這邊 買賣了一多資源 哇 這裡賣100食物可以換136黃金 黑亞這邊一定買了超多的食物的關係 所以這個 價格 反而是幫到了Biper 賣了一堆肉 換取一堆黃金 反而不用控中間的黃金 也可以靠買賣 反打回去 這場打得 確實漂亮 這一場 真的是經典這種經典 那 Biper這邊則是呢 出了非常多的 維京 不是維京 這個 奴炮戰船 後面也是 關鍵 如果沒有出 奴炮戰船的話 可能 黑亞還就是有機會 畢竟 海域上也是他的 只要如果從海域 慢慢打回去 陸地的話 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 但沒有辦法 黑亞這邊 最後 雖然 爆挖黃金 但是其他資源一直不夠 造成買賣的關係 讓黑亞 讓Biper這邊有機會 買賣一波 轉出更多的黃金兵種 然後開始反擊回去 這也是這張地圖 一個比較 常見的一個打法 就是你中間雖然被控制了 但是如果你能夾得住 其他資源的話 讓對方沒有陸地的資源 就是沒有農田 沒有木頭 他只有黃金的話 你就有機會 那Biper也深知這一點 努力夾住 即使後面剛剛黃金 已經零人在挖了 然後連疾病 都是用生物的黃金產出來的 疾病的這個科技 最後還是讓它 夾到最後一刻 成功反殺了回去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是由Biper這邊拿下的 這兩個木頭跟食物的資源 黃金則是黑拉 挖了四萬五千 Biper只有一萬八 但這邊買賣回去的話 大概會有兩三萬 大概兩萬多一點點 黑亞這邊挖了四萬多 真是蠻誇張 Biper這邊是五千多的石頭 哇這可能連對手的石頭也挖一挖了 那都是五勝物 這五勝物確實讓Biper後襲 雖然沒有黃金 黃金可以挖 但是可以靠著 這個勝物給的黃金 一點一滴的存錢 把這個資源給 還起來 讓他後面還有 少量的黃金可以轉出火槍 兵跟火炮 然後去抵抗對手 我覺得這場最關鍵的應該是 前期的這個 龜甲戰劍 還有這個策略上 大型劍塔的瘋狂深推戰術 讓黑亞這邊打個措手不及 明明已經帝王時代了 但是還是卻無法阻止 這個朝鮮人的入行 這也是Biper 早期就決定要 做的一件事情的關係 他很早就決定就是要打火炮 配上大型劍塔 還有垃圾兵的戰術 所以讓他這個戰術 執行的非常順利 沒有任何一點的猶豫 所以才打出這種漂亮的逆轉身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支援 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